欢迎收看Star News World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不错过当日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新闻 今天的新闻频道包括以下栏目 好好利用时差 这就是黑子污蔑王一博的根源 他对王一博的忠诚度超过了对粉丝的忠诚度 在内渔混 哪个艺人没有黑粉啊 无论他在娱乐圈有着如何的成就 都免不了招来黑粉的存在 有些是真的嫉妒 不喜欢 有些则是对家过来的直黑 无论黑子们的来源是哪里 但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王一博从陈情令开始受到关注以来 一直都在遭受黑粉的攻击 甚至在陈情令刚刚播出时 就引发了八天八夜的热搜黑 当王一博本人被人们认可后 他的水军黑粉也逐渐增多 然而 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而让网友不喜欢 而是因为他的优秀让普通男性感到不悦 王一博已经达到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境地 电视剧和电影的成功固然令演员感到高兴 也是网友们乐意见到的 然而 作为一个男性 在摩托车 滑板 街舞等方面的成功则更让普通男性感到愤怒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男人 拥有如此多吸引女性的特质 此外 他还是鞋圈的财神爷 他穿过的鞋子立刻增值 这让鞋贩子高兴 但普通男性的钱包是否能承受得起呢 在王一博如此出色的表现之下 普通男性如何在女性面前展示自己浅薄的成就呢 在职业黑子和越来越多的布满黑粉的共同努力下 王一博的黑热搜次数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很多都是无稽之谈 在最近结束的香那儿大秀中 出现了许多关于王一博的传言 有人声称这场秀只是以前的旧视频 王一博根本没有参加 有人称王一博参加香那儿大秀 视自费前往 品牌方并没有邀请他 第三还有人表示 王一博晒出的邀请函是假的 与其他人的不一样 这样的传言不胜美举 粉丝们看到这些传言往往当作笑料 甚至很多粉丝根本不知道 王一博身上竟然被制造了如此可笑的谣言 然而许多对娱乐圈不太关注 只是吃瓜的网友在看到这些传言后 会真的相信 久而久之 王一博在他们心中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的确一些黑子们在王一博没有正式宣布的情况下就开始散布谣言 挑起事端 利用时间差来抹黑他 这样的行为会在一部分网友的内心中肿下对王一博的偏见 使他们对王一博持有固定的负面看法 当这些网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再次看到王一博时 很难产生喜欢他的感觉 这种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往往会影响人们对一个艺人的态度和评价 使得艺人面临更多的负面舆论和挑战 确实 电影无名的拍摄过程是进行的封闭式拍摄 没有太多的相关消息和路透照片传出 然而 一些黑子们却故意制造谣言 声称王一博没有电影可拍 再加显散无事 并夸大了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活动的说法 实际上王一博一直在默默的投入拍摄无名这部电影 他一直在努力工作 而并非黑子们所说的那样 这些谣言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制造负面舆论 抹黑艺人的形象 但事实却与他们所说的完全不同 电影《长空之王》的拍摄过程确实 没有得到剧组的官方宣布 而且王一博在拍摄期间也没有公开露面 然而 粉丝们知道他是在剧组进行集训 为了扮演是非猿而进行肌肉训练 然而 一些黑子对此进行反驳 声称没有这个剧组 认为王一博只是在虚假宣传禁组 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真实的演出机会 然而 现实情况是《长空之王》电影已经上映 这证明了王一博确实参与了该电影的拍摄 无论黑子如何质疑 事实胜于雄辩 电影的上映就是最好的证明 王一博在香奈儿大秀上表达了与香奈儿的共同点是终于自我 不取悦他人 虽然黑子们确实不会去取悦大众 但他们却真正展现了对王一博的忠诚 无论王一博遇到什么事情 他们总是比粉丝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 不仅迅速传播谣言 还费尽心思地制造谣言 这无疑是一项辛苦的工作 他们的行为可以看作是 对王一博的特殊关注和关心 尽管方式不同 但也反映了他们对王一博的忠诚与关注 在娱乐圈中 艺人的黑粉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无论艺人取得怎样的成就 都会引来黑粉的攻击和谩骂 对于王一博来说 自从他在陈情令中获得关注以来 就一直备受黑粉的围攻 甚至在剧集刚刚播出时 就面临了持续的黑热搜 这些黑粉们不仅仅是嫉妒和不喜欢他 还有一些是专门被雇佣的职业黑粉 无论这些黑粉们的来源如何 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相同的 就是无休止的诋毁和攻击 特别是在王一博的成功和受欢迎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 他各个领域的才华也广受关注 他在摩托车、滑板、街舞等方面的成就 更是让普通男性感到愤怒 因为他拥有了如此多吸引女性的特质 他还被戏称为鞋圈财神爷 只要他穿过的鞋子立刻身价倍增 这让鞋迷们高兴 但对于普通男性来说 他们的钱包却受不了这种消费 然而,尽管王一博在娱乐圈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黑粉们却总是利用时间差和不时的谣言来攻击他 他们会在王一博官宣之前 就散布各种谣言和恶意揣测 让一部分网友对他产生了偏见和负面印象 一旦这些网友对王一博形成了固定看法 再去看待他时就很难产生喜欢的情感了 同时,一些黑粉们也会在王一博 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时散布谣言 声称他没有工作和活动 然而,实际上王一博正在拍摄电影《无名》和《长空之王》 这些谣言完全不符合事实 这些不实的传闻对王一博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尤其是那些不关心娱乐 只是随便看热闹的网友们 往往会相信这些谣言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